西安事变的演变在不知不觉中扯上了戴笠,且还是处在向和平转折的关键节点上。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戴笠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然危难之中的西安夜行,毕竟落上了历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 对于这段插曲,不少人乃至许多威文作实者有意无意的不加辨识,竟纷纷落署戴笠精心设计的一个貌似悲情的陷阱中。 殊不知,戴笠这一化险唯一的妙招,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一直在无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戴笠,1897年5月生,浙江江山保安村人,黄浦军校第六七毕业生,为黄浦系的终生代人物。 特务天王的空前惨败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阳古城的十七路军自然是戴笠重点监视的对象,为掌握张、阳的动态。 戴笠对张、阳周围的亲信人物主动交往,以前,色、情、之为手段,布下了不少棋子。 然张、阳见怪不怪,对待使用的这套特务手段应对友方,阵脚不乱。 张、阳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代理CCC系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派系编折住。 所派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双方之间的往来采取暗通明补通,上和下不和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双方矛盾对立的事件。 这些举措,把老坚巨华的戴笠和张、阳身边的叶道刚都蒙骗了。 他们满意为张、阳、强龙和地头蛇斗张好戏会随着剧情的深入连续上演。 却不知张、阳迈各破绽。 虚晃一枪,把带立们的注意力转移了。 事实也得到印证。 由于带立这一情报系统的重大受骗,导致西安扣押蒋介石事件的顺利进行。 实际上,扣蒋的军事调配部署还是有不少响动的。 自1936年12月8日章,杨决定实行兵舰以后,双方分别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东北军方面,以105师师长刘多泉为林洪行动总指挥。 105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地带警戒。 以防备在采取武力行动时,蒋介石的卫队演讲突围。 105师第二旅旅长唐军瑶率孙明九的卫队第二营,和王玉赞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投道门。 用一个联担任扣蒋证武,又调回甘肃雇固员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贵武参加行动。 因二人枪法精准,必要时可以有效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 对于这些调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强的军事演习,戴笠分布在张、洋内部的特务科尔姆镜毫无察觉和报告。 虽然,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着编辑的信息,但都为没有识趣的传闻。 戴笠斩酌后,自己也否定了其可靠性。 而对于这些传闻,早在戴笠之前,陈诚意向蒋介石汇报过,且比戴汇报的还要详细。 或许事前不知情还可推说是张、洋保密工作严密所致,但事后不知情,且应对速度如此之慢,则素以情报灵敏著称的戴笠就无法解释了。 南京得到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是中央军返松府部于12市下午30多发出的电报。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戴笠获知西安一动后,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扑叫,可如泥牛入海,均无回应。 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峰财报告带立,张、杨一动。 校长被押,情况不明。 而此时,公开媒体都爆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在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 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 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嫩棍。 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哑巴。 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事前被蒙骗。 事发不知情。 事后仍不明。 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 这是他的直接失职。 也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戴笠惶惶终日。 度日如年。 特别是南京当局决定准备对张、杨大赐讨伐之时。 但更感到事态的严重。 一旦战火发生。 不仅校长性命不保。 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将重大逆转。 前骨不仅仅是渺茫而已。 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有形象的技术。 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 戴笠哭脏着脸。 少屋嚎叫。 一筹莫展。 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 很难有活命的可能。 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 准备爬越城墙。 星夜去西安救起主子。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 转折却突然到来。 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 急要带去他住处。 并告诉他将再次返回西安。 并请戴姨到同却营救委员长。 这使他既吃惊又欣喜。 他终于感到宋子文还是重视他。 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启用他。 12月22日中午。 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娜、郭曾凯。 同称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 急留遗嘱表中心戴笠在西安约为两天时间。 从迄今所见的史料看。 没有作为。 此行张,杨并没有为难他。 反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 也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中心上的失分。 心机及深爱戴笠却留下一份怪诞的遗嘱。 遗嘱是这样写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 即被监视。 莫查情形。 离死不远。 来此遜难。 故之所愿也。 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 代理于西安章学良于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代理成福之深的典型体现。 它不是一般的讲情造作。 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 以便事后攫取欲威不乱,成功成人的政治资本。 为他进一步爬售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这份遗嘱虽未属日期。 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即领袖蒙难后十二日之与推算。 当解于十二月二十三日。 代理到达西安还只有一天。 她是二十二日傍晚到达。 二十四日离开的。 停留在西安的时间再这么算也不到两个整天。 只两个晚上和一个多白天而已。 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 二十二日傍晚。 赴西安众人抵张学良公寓。 稍作停留。 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 而戴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事变之事的处理问题。 此事件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 是晚带在张学良公馆用餐。 一起用餐的有蒋鼎文和西北角总的郑讯处处长曾阔晴。 曾阔晴在《西安事变回忆》中说。 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 刘代理、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 代、蒋两人住在他家。 我仍回到省银行。 又据蒋鼎文纪念集在。 宋子文也与他们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 也即23日。 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 宋子文赶到棘手。 于是赶忙召集蒋鼎文、代理商业对策。 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方案。 并报蒋介石批准。 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述。 显见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 讨论斩酌不会一时三刻的。 而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 三神才可决定或聚或散。 而到了24日。 代理不辞而别离开西安。 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在。 代理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以上是三个亲历者记录他们与代理一起的活动。 假如是时珍如代理所述离死不远。 那么其实的代理就是死求监管的待遇。 他不可能参加谈判。 不可能参加会商。 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自在悄悄地离开西安。 须知。 其实在西安。 张、杨中要为难你。 或要除掉你。 可以采用各种方式。 就像除掉龙中之鸟一样容易。 代理纵有三头六臂。 也难逃张、杨之网。 代理在24日不告而别离开西安。 是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而有些著作对此事而未见或见而未闻。 不断向代理脸上贴金。 历史笑柄公后人把玩张学良当年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代理带来西安。 无论从当时的情况看。 还是晚年的张学良口述中。 似乎都是在对代理的特务行进嬉笑怒骂。 这位公子哥儿出身的政治家在尽情地戏谑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还在西安事变发生前。 即8月底。 在西安的特务们不通过张学良。 就抓捕了张学良身边的人。 包括东北大学的大学生宋黎、马少洲和关世润等。 张学良愤然道。 捉人居然捉到我的头上来了。 于是成绩武力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并收缴到不少特务汇报的关于东北军和17陆军的情报。 还有关于张学良本人的。 这次行动羞辱了CC和代理的特务行进。 代理这次到西安后。 张学良给了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张学良当时的亲信高崇明是如此技术代理在机场脚枪以及带势如何向张诉求的。 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龄负着和平的使命来西安。 讲的特务投资代理一随机来西安。 带下飞机后。 腰中插的手枪被我方战士缴械。 到荆家向见张学良时弃诉其事。 张立即把自己带的手枪摘下赠袋。 带大伟感动。 寇谢之余。 口称副司令伟大不止。 平时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的特务大王。 一旦卑躬缺息事于此急。 大伟可笑。 如果张要让戴去难,还会还给他手枪。 其后,张学良与戴基峰的问戴力。 老戴,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 我与杨司令搞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都不知道。 戴力一脸茫然。 灭烛半场才回答道。 我们从来不对副司令做特务工作啊。 戴力也许没有想到西安事变得当事人。 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陈诚以及曾阔晴等都会有各种文字。 通过不同渠道披露出来。 稍稍疏离分析就可知当时的事实真相。 这些角度不同且无意之中的技术。 并非针对戴力而写。 然通过互相对照佐证。 可以还原当时情况。 佐证戴力的遗嘱是孤明掩饰的遗作。 聪明反备聪明物。 这位著名的特务天王留下了又一个著名的历史笑柄。 供后仍茶余饭后把玩。